hello大家好我是RT 信长之野望是一款从1983年开始的超长寿战略模拟游戏 至今也有40年的时间 它是由咱们光荣公司制作的经典老牌战略游戏 让玩家置身于日本战国时代 扮演各种日本大名统一日本 就是这个游戏的最终目标 这款游戏可说是从小陪我一起长大 基本上一到十五代我全部都玩过 可说是我最爱的一款战略游戏之一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信长之野望40年来一到十五代的眼镜与差异 如果觉得这类影片还不错的话 欢迎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哟 当然也可以加入会员每个月赞助RT多喝两倍尿不不闹 先加入会员太麻烦的话 也可以直接点击超级感谢斗内给我哟 首先就是1983年的信长之野望最初的一代 也是第一款信长之野望 一发行就锁定当时的家用电脑市场 在这一代玩家只能使用知田家跟武田家来进行游戏 看这画面根本就是用PPT在玩文字游戏 简单的图像与数字甚至几乎没有音效与音乐 就可以让当时的玩家玩得相当开心 就像我小时候也常常拿50元跟10元硬币来模拟战争一样 那初代的游戏其实非常的简单 简单到会玩的人只要十分钟就能破关 于是三年后信长之野望迎来了第二作 也就是全国版本 那首信长之野望最经典的主题曲也是从此开始出现的 吃的这首歌就是当时光浓郁用的音乐家 尖也有口所创作 同时也是三国志跟大航海时代的音乐担当 可说是奠定这系列主题曲的大人物 而这个全国版就是让信长之野望正式起飞的一代 以初代为基础导入五十国的模式 简单来说就是将日本分成五十个省的一市 而前作最多可以两个人同时游玩 一个玩枝田一个玩五田 当然是你点一下再换我用滑鼠点一下 那个年代的玩法就是这么的阳春 而全国版本这次最多可以八人一起游玩 而且五十国就有五十个大名可以选择 可说是增加了相当多的丰富度 想当年我也是跟几个朋友围在游戏机前面玩信长的后底带 轮到谁手把就交给谁 开局就攻占朋友而诚实 这种不给人活路的玩法 也就小时候敢这么做 后来当然是直接上演真人对打的戏码 也是不在少数 而在这代全国版里也是奠定了信长系列最经典的剧情 那就是本能是之变 只要满足条件就会触发 触发后信长隔屁 玩家继续使用戏机继续进行游戏 而全国版的游戏进度也相当的快 因为只要在战争中干掉对手的老大 那么对手全部的领土都会被搜入狼中 而不是还要一个一个去攻略 当然玩家的大名只要被干掉 也是直接Game Over 不过这个系统到了下一代战国群雄传就一度遭到废止 而这个1988年发行的三代战国群雄传 开头的音乐却有了相当大的变化 虽然基本系统还是继承前作 但是这是新增了传说中的首成战 更增加了战斗时的昼夜系统 战场颜色会随着时间而变化 到了晚上可以触发夜袭效果 基本上这代的战斗系统 可说是打下了信藏后来几代的战斗基础 可支配的武将人数更是暴增到了400人之多 而每个武将也有相当麻烦的行动力上限 而且这代大名被干掉的话 总算不用全聚踪 可以选择任意武将来继承家位 还有在历史中被称为难攻不落之城的七尾城 在游戏里倒是成了吐口口水就能攻占的城池 更有趣的是这代的信藏居然可以在本能师之变活下来 只要提升信藏的城防击退光秀或者逃跑 便可以让信藏打破历史之壁活下来 不过这代最大的缺点还是 他的领土只有从关东到四国中国而已 东北的意达跟九州的岛经完全被省略 不过这个问题到了四代武将风云路 又再度被修正回了日本全国的地图 甚至还首次加入了茶器 没错现在信藏常常看到的茶器茶会 都是从这一代开始出现的 其他还有文化与技术的岛路也都相当有意思 而且这一代要是兵或武将太多 导致你的收入变成富的 领不到军饷的士兵们可是会跑路的 这代更是系列作里首次加入海战的一代 尤其是那个相当有意思 有着压倒性战力的铁甲船 也是从这代开始出现 再来1992年发行的霸王传 终于将历代整个国为单位的领土 改成以城池作为单位 那个画面真的是一整个大改的幻蓝一新 绝对让当年的信藏粉饰惊喜不已 核战方面更是进化成了突行战斗单位 增加兵团方向性的概念 以及可以使用战术弥补兵力的差距 同时也是第一次出现执行的制度 也就是授与封地给手下的系统 不过在论功欣赏方面 就多了一个奇妙的系统一字拜领 也就是透过授与手下你的名字中的一个字 就可以让他痛哭流涕的增加忠诚度 这在日本战国时代可说是相当常见的手法 不过在游戏里就会出现许多奇怪的名字 可以透过将对手重属来达成一统天下的目的 不过这个重属系统从下一代天祥祭开始到猎风传 可说是消失了无影无踪 而这个六代天祥祭首次加入了军团的系统 次的电脑态智障就蛮少在用 基本上都还是玩家自己手动的那个系统 不过核战方面就有点意思了 它变成最多九座城池一起参战的大范围战场 也就是说你的兵力够强一次可以抱八座神都没问题 再加上教育系统可以让菜笔八武将变成神人 从此就不是只有名将的天下了 甚至还有职业系统的增加 忍者神女剑豪茶人各自都有其战略地位 像忍者就是和战时比较会爬墙 剑豪就是暗杀别人的成功率大增 想不到吧 接下来的匠心路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代了 将日本地图整个又大进化的细分 内阵直接改成在城池的周围盖起各种建筑物 这样的相停内阵 可说是让喜欢盖东西的我第一次看到就爱不释手的系统 不过这代在销量方面却是比前作还来的差 可见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他的合战则是改成了九宫阁的对战方式 而比较有趣的是他的许多事件的动画 都是用真人版本的相当有趣 再来的裂缝传那个由山下康界负责的音乐 可说是一个大起飞 这代继承并完善了前作的相停政治 合战更是改回兵种棋盘战 竹青长枪弓箭骑马铁炮 甚至还有骑马铁炮队 海战则出现了官船安宅船铁甲船 整体玩起来可说是丰富了许多 接下来的九代蓝世纪又是一整个大改变 城池战又变回了国与国的合战 甚至将战斗系统首次改成了半级实战略 然而这项展新的大胆尝试本来就不够完善 造成当时只要全部跑去唯有总大将就可以获胜的缺陷 不过也从此奠定了信长系列未来的一个大玩法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类半级实战略的玩法 回合制的时代在20年前已经逐渐的过时 再后来的苍天鹿城池之路又回来了 是看得出信长系列一直在尝试寻找玩家们的喜好 而且这一代甚至还可以玩大名手下的陈主 而不是单一选择大名来游玩 在剧本选择方面PK版则是出现了史上最古老的剧本 1945年传说中的北条早云的时代 就是那位凭一己之力偷走一斗国第一代后北条式的开山石柱 在接下来的11代天下创世 可说是将信长之野望带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虽然不再是直接于日本大地图上操作 而是改成了单一层内操作 将亭内阵的回归更强化了建设的细节 全面走向3D化将陈下挺跟天手格合一 在首称战的时候就可以体会到陈下挺精心设计的风貌 当然也是当时的电脑实至名归的显卡测试游戏 更是当时第一款将富标从钻记录的框架中跳脱出来的一代 一年世纪则是分成了 最有趣的还是霸者之间的决战 要先从小大名大大名再到群雄后才能成为霸者 而这个霸者决战两方各派出12人拼个你死我活 赢的那一边就是胜者全拿 可说是一把定输赢的生死斗相当有趣 接下来的12代革新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代了 当年玩到这一代的时候真的是如中毒一般的狂刷 一整块日本地图的相亭内政 每个区块都可以凭自己的意志建设 当年点这些建设可说是点到首数200以上的快 再加上技术的研发还有美加独特的技术 都可以让自己的国家越来越强 而这代的战斗系统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半即时制还可以全地图走透透 兵种系统也是相当的丰富 再加上各种独特的战法 一炸下去几千兵再喷 可说是爽度十足 包围城池的时候还有土龙宫跟水宫 可以一次大量消减耐久度 再加上各种攻城兵种 大统兵在这代也是相当有趣的存在 超远距离炸成就是一种爽快的体验 如果装在铁甲船上 更是毁天灭地的神兵利器 甚至还有一堆挑战关卡可以选择破关 诸如德川的四面楚歌 藏野的不具带天之敌 都是相当有挑战性的关卡 这代的玩法 丰富度与爽度 个人认为是历代之最 弯到最后就会在家里全盖上铁炮炉 然后兵放一妹妹的吸引敌人进攻 再看着那海量从来的敌人 被防御设施一一消灭 只有一个爽快而已 接下来的天道跟革新有些类似 却又有许多的不同 除了简化艇的内容建设 还有废除好玩的铁炮炉以外 最大的不同就是各个神下艇 要牵引道路去连接 因此就衍生出了各种封锁敌人经济的战术 建造制成的要素也变得更加平等 除此之外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 再来信长30周年纪念的14代创造 又迎来了巨大的变更 它将全日本地图超绝3D化 内阵则是各种的精简化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 精简到我都丢给电脑置行解决 技术系统也改成了政策系统 少了许多有趣的加成玩法 战斗方面更是简化成了突质行军 并且废除了兵种系统 当大家都一样的时候 就是拼武将能力的时候 虽然他也有可以自己操控的核战系统 但是每场核战都要自己打 实在是太花时间 而且从这代开始 只要不断的夹击夹击再夹击 就可以事半功倍的消灭敌人 只有傻逼才会跟你硬钢 不过最有趣的还是在于 他的侵犯系统 完美实现里应外合的战术打法相当有趣 PK版的战国励志传 可以用类似泰格励志传的武将为主角游玩 更是让他升华成了完全另一种版本 几乎可以说是14.5代 因此光荣要出泰格6 其实是一如反掌的事 就是游戏性与自由度上 要下很大的功夫就是了 再后来的大致 基本玩法没有太大的改变 练阵系统依旧简化的 让我直接丢给电脑处理 士兵追求真实性出现了 农兵跟士兵的分配比例 和战方面的天时地利人合作的相当好 看清楚地形与索敌相当的重要 就算是无伤神将 本多终胜都不能乱跑乱撞 战术掌握得好 往往可以让玩家已少胜多 而咱们最近出了第16代新生 那就真的是一个超绝新生了 千几代网络评价可能不是那么的优秀 但是这代新生可是极度好评的存在 这次的内阵系统再次导入了 霸王转时期的知行系统 让玩家可以感受到战国时代的封建制度 更是本代的精华所在 所有的玩家都有了他的用处 至少这代的内阵 让我再度有事可以做了 这代新生可说是让信藏之野望 又更加的写实化 而且这次的冰凉系统 也改成每个城池独立冰凉 不再受制于种冰凉不足的限制 但是每次书征冰凉用完就一定要回家 不能在有方的城池不济 这边就比较考验玩家对行军时间的计算 而自带的军团制度是完善了许多没错 但是电脑依旧比不上能耗 不过这都不影响本代新生的好玩程度 超级丰富的故事性可说是历代故事最多了一次 可以让玩家完美的了解战国时代的各种趣闻 像我就发现了许多我玩这么久都不知道的故事 而军团制度与远征的限制还有城池的成长度 让工程的进度几乎可以趋近于历史的速度 这点我是相当赞赏的 不过新手还是可能会玩到好几十年 玩到信堂或名将都死光了却还没破关就是了 而外交方面依旧是别人的兵就是我的兵 非常的好用 而且就算自己的兵没有到场 有军帮你打下来城池也一定会交到你手里 不像以前教员军一定要有一支自己的部队在场 才能接收城池 这边可说是相当的人性化 然而每一代开场我都会先玩枝田家 凭着一己之力照着枝田家的历史仇 而这代也是如此 各种历史事件还可以由玩家决定要不要触发 但是大事件时间一到还是会自动触发 就像本能是之变也是 就当我新高采烈地玩了二十年 打下了一堆领土的时候 本能是之变就发生了 这个时候的我就如历史般的正在打毛利 那边的城几乎都是百废待新的状态 于是就在这样的惨状下 玩家通常会继续选择秀集来接续游戏 那么就要继承那些百废待新的破城 然后面对这几苦心经营多年的枝田家 每个城都好几万的朝着你冲过来 不过别担心这边是可以剧情杀的 只要触发剧情 轻虚会议 就可以力挽狂然把自己的领土都拿回来 残不知我玩到这里却完全触发不了 都是因为前景藏着那个屎帅哥没有屎啊 最重要的触发条件就是阿斯要变成未亡人 才可以跟财田圣家没开二度啊 就这样无法触发剧情杀的 我直接就被自己苦心经营的城池给屠杀殆尽 这边玩家们就要稍微注意一下触发的条件了 右上角就有所有事件的触发条件 其实非常的方便 我当时就是没去看财会被自己打成智障 不过这边故事剧情自家人没有强制进入停战状态 就有点不太符合现实了 不过这代最有趣的还是他可以选择的新势力 居然有对马岛的综艺条 现在除了北海盗之夜望又多出了对马岛之夜望 可以让玩家挑战极限 实在是太有趣了对马岛之鬼 那么重关下来我们可以看出信长之夜望 从一代到十六代都不断的在求新求变求进步 因此大胆尝试的情况下 也不是每次都能击中目标 而且不迈出脚步的话又跟不上时代 所以我还是很欣赏信长之夜望这样 不会具失败追求突破的冒险精神 如此才有进一步的机会 期待PK版能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我是RT 信长之夜望活到老玩到老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